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都说 现在坐车很少人会让作给老人家 打开报纸 子女打父母的新闻 也不再是什么奇闻 到底我们生活在一个 怎样的道德标准底下的社会呢? 今集《道在人间》 我们邀请了一位嘉宾 他透过这个朗证比赛 致力去推广中国的传统经典 用另一种方式去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 提高社会的道德标准 欢迎身边的欧镇诚思理 欧思理,你好 我知道未来的11月中 就是这个中华传统文化道教 经济典故的朗证比赛的决赛 我知道这个比赛你都出心出力 做了几年,其实扮了多少届 总共踏入今年是第三届 第一届是2014年第一届举行 接着是2015,现在是2016 我知道除了奉迎仙观之外 也有另一间机构合办 哪间机构呢? 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跟我们一起合办 顾名思义是一个道教经济典故的朗证比赛 就是跟道教经济有关的 其实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中国文化里面 传统的文化以我们道教的理念 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宗教 在我们国家里面 所以我们也是想把我们中国的文化 推广出来 也是因为道教里面 也有很多中国的经典文化 所以我们就值着这次和中文大学 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一起举办这个朗证比赛 我们奉迎仙观 过往有哪些典故 是作为了朗证比赛的题材呢 第一届我们用了南华经 孝经和道德经 第二届我们用了道德经 和孝经 像今年为例那样 我知道刚才有说过 过往两届都有用到的 就是道德经的选节 还有装子 又有女祖的道化故事 为什么会选择这几个题材呢 我们跟中文大学的 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黎教授一起谈过 就作出一个题材 就是女祖的苟未得的水分 就是忠孝廉哲 以信仁为礼 最主要我们取材于孝 因为父母对孩子 生出来抚养他们 真的可以这样说 用了很多心机 和功劳去栽培他们 但是现在的孩子 对父母的孝心非常差 为什么他们经常有一个想法 就是以前父母对孩子 希望他们亡子成龙 每一个父母都是 希望他们亡子成龙 但现在的孩子 希望父母要做得很好 令他们生存在世界上 应该是有福音、武音 去支持他们 如果没有 就觉得是一件痛苦的事 为什么他们带来 带到他们在世界上 所以我们也会在这方面 会着重一些 在校导里面 带动多些东西 让现今的学生 了解到 校导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是很重要的 现在可能社会发达了 人的生活舒服了 令到一些学生 或者年轻人 现在对校 好像完全没有什么感觉 看到一些社会的现象 以前我们譬如坐车 看到一些路人家 我们会让助给他们 现在发达了 我们坐地铁 这么大的地铁里面 有时候有些老人家 或者伤残人士 或者有了身体的妈妈 他们不会让助给他们 只会是什么呢 躲下头, 拿着电话 玩手机 对, 玩手机 完全不会理会身边的人 实际上这件事 是真的有问题的 如果不是地铁 不会弄了两个笑笑的公仔 要让那些老人家 对, 关爱的座位给他们 是 这个就是现在 现今社会的文化 开始倒退 我们应该要将中国的文化 再带出来 例如好像我们道德经 有一个上线药水 如果水一直流到每个地方 它都万物生长 现在就等于我们的人 断了截在社会里面 例如就是什么呢 他们做一做一做 没有恒心 那会怎样 不成功 等于那些水 去到某个地方 停了之后 那些水就坠在那里 下面那些全部都生长不到 就没办法将我们的文化 是延续下去的 所以这次我们 我们会搞这个朗证比赛 最主要是想换成一些学生 我们应该由学校里面 再带动一些 所谓中国的文化里面 带出来的校 以及礼貌、廉杰等 我们都要在学校里面 成长中学习 所以我们在今次的朗证比赛 就有这个久未得谁分的 其中一校的出现了 其实真的很重要 就是刚才你提到那件事 就是说 现在人制关系越来越单薄 其实所有东西 都是由我们靠父母开始 慢慢就可以推广开去 就是尊敬长辈 甚至到社会上每一个人 其实这次这个比赛 既然如此有意义 但是说明道教经济的朗证比赛 会不会参与的人 都是以道教团体所办的 以一些学校为主 其他又会比较少呢 当时我们也很担心 因为我们是逢迎仙馆 和这个中文大学 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一起举办的时候 因为我们逢迎仙馆是道教的 也有点担心 其他的宗教学校 会否参加我们今次的 中国文化的朗证比赛 令我们喜出望外 因为有十几间是天主教 几间是基督教 还有一部分是佛教 当然加上我们的道教 我觉得他们 我想学生或者学校的校长老师 他们不是论宗教的问题 最重要是中国文化带出来 让我们的学生了解些是什么 我觉得这次令我们非常开心 也有很多学校和同学 去参与中国文化的朗证 藉着这次的朗证里面 也让我体会到有一件事 就是宗教大家可以互动 因为宗教离不开两个字 就是一个爱和一个善 大家都是以爱和善去行先 去对待每一个人 我觉得已经没有了 宗教的介体在里面 也带着了不同的大家的领域空间 有爱和善已经可以互动了 的确是这种爱和善 和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已经跨越了这个中介的界限 亦可以说 跟我们生活上也融合了 但是好像今次这个朗证比赛 当然可以提升到 学生们的朗证口才能力 但其实那个目标真的很圆大 也是 因为我们今次体会到 学生搞一个朗证比赛 令我得着到一件事 我留意到他们有几件事 譬如说话技巧、礼貌 站出来的桌子的时候 不会有惊慌 这些事情都是一种 对日后大家 踏入这个社会的时候 都有很多事情的表现 都有这件事 例如今天你访问我 我自己也有点害怕 如果好像我以前 如果我真的学习到的朗证比赛 或者我这件事 可以减低了我的紧张 最重要刚才 也是最开初所说的 那个校和上线药水 这些中国传统的 一些优良文化推广 我知道决赛 就在11月19日举行 这次是否开放给公众欣赏这个节目 是的 我们很欢迎港大的市民 去报名参加我们 去观赏我们这次的朗证比赛 如果那些市民想参加的话 他们可以致电去香港中文大学 以及逢迎仙馆查询 11月举行 观众就参加不及了 如果观众真的想在下年 去报名参加朗证比赛 应该有什么手续 或者什么时候开始留意呢 我们明年7月就开始跟学校联络 10月左右我们开始有初赛 我们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 在7月的时候 留意我们推广的广告 另外我们因为这两届都做得挺好 第三届我们都快要去举行 都做得好 我们打算下一届就会在中文大学 移私到中央图书馆去举办 在演讲厅上 希望更多普罗大众可以参观到 以及欣赏到今次的朗证比赛 朗证比赛 非常期待 今次和下一年的朗证比赛 其实教育绝对不是教授知识 最重要是人的收为 很感谢欧斯今天和我们分享 这个朗证比赛 下一年大家一定要继续期待这个比赛 希望透过中国传统文化 可以提升我们的道德标准 下一集的《导导人间》 我们再和大家见面吧